想噴噴炭烤一串又一串 刷上醬汁烤得滋滋響 很多人一買就是十幾支 因為老闆開店時間不固定 想吃手腳不快點 那你下回有空想買 說不定老闆沒營業 那個FB的那個時間 看他如果說他的時間 跟那個有開的話 我就會過來買 就是因為開店時間不固定 這個小小路邊攤 被稱作幽靈燒烤店 一週只開三天買七個小時 什麼時候有賣 抱歉得看老闆心情 想買得先查臉書 為了保持新鮮 所以沒有辦法每天賣 以後他看過看過看過 到最後大家要變成朋友這樣 一樣也賣得很隨性的 還有最近在台南爆紅的 販賣機奶茶 老闆每天大約凌晨四點補貨 規定每人先買兩罐 但究竟補了幾罐奶茶 也是前一天才會在臉書po文 130到160罐不等 最近還因為排隊人潮 造成鄰居困擾 店家取消投幣營業點 只剩三處販售 幾點補貨 當天有多少罐 也是隨老闆決定 今天先做出來的第一個點 為了營造本來就買不到的feel 很多老闆都會用現實限量當噱頭 搶手到讓人想碰運氣還不夠 不定時開賣 營造驚喜感 還要利用臉書 讓粉絲團呼朋一半 休息又做回來 新版的飢餓行銷 就是要讓你想吃不好找 這節目是黃美如 台南高雄 綜合報導 點營 雞書 都要 來 讓 一些 尚